大胡子哥不知因为何种原因被关押进了一间牢房,和他同事的只有一个神秘古怪的老人。 老人察觉到玉井带大胡子哥进了牢房,连忙把桌子上跳动的火柴盒收到抽屉里,背对大胡子哥靠着窗坐着看书。 两个人简单地打了招呼,胡子哥询问老人的姓名,却没有得到回应。 自来书的胡子哥继续询问着老人的坐牢时间,边说边走到床边,自觉地拿起老人床上一本书,就开始翻看。 听到翻书声,老人回头冷淡地问胡子哥,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胡子哥却不以为然,却对老人床上一只红色箱子起了好奇心。 他问老人,这个红色盒子是什么?老人冷淡地回应,什么也不是,但当胡子哥试图打开箱子时,却被老人警告说不能打开。 胡子哥就很好奇,问老人原因,老人扭过身来摘掉眼镜,神秘地说,打开它,你会后悔。 越不让胡子哥知道,胡子哥就越想知道里面有什么秘密。 胡子哥最后还是不顾老人的劝阻,只有地打开了红盒子,却惊奇地发现里面是一个和他所处牢房格局一模一样的空间。 他以为是老人自己做的小房子,好奇地把手伸了进去。 与此同时,他惊讶地看到牢房内出现一只巨大的手,而那只手显然正是他自己的。 他开始把红盒子搬到地上,老人在一旁冷眼看着。 当胡子哥再次打开盒子,他发现牢房的屋顶也被打开了。 他兴奋不已,反复实验几遍,便叫来老人帮他打开盒子。 不知为何,现在老人反而帮他打开盒子,他从先行的屋顶爬了出去,正当他以为要重获自由了,欣喜地与老人道别后便准备逃跑。 突然,画面一转,高大的胡子哥变得迷你,一只从天而降的大手,拿着一个小火柴盒把胡子哥装了进去。 原来这只手是老人的,老人将胡子哥装进了火柴盒里,并将红盒子关好,搬回原来的地方,又坐回到靠窗的位子上, 把装有胡子哥的火柴盒随意地扔进了装满各式各样的火柴盒的抽屉里,最后说了一句话,带下一个犯人进来。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这部短短五分多钟的短片,却赤裸裸地展示了人性。 许多人自以为是,总觉得自己都运气比别人好,自作聪明,当面对诱惑时,选择铤而走险。 实际上,当你自以为是的成功,只不过是别人设计好给你的陷阱。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